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白管管倒是联系到了 司命 你不用说了 我已经出去了 我也知道东华去了一族了 既然如此 我希望你可以知道一些事 可是 小少主 我了解 你为了你娘亲的事非常愿恨你夫君 但是 曾经的东华帝君也是高高在上的 任何人 即便是天君见了他 也要居里作医 可是 自从你来了太成功 他对你事事迁就 说是留你做事是因为有人离开 其实帝君是特意给他们安排了新的岗位 至于你之前一起用事一定要救胭脂姑娘 你可知道 那颗万年人生从何而来 你现在说这个是什么意思 也许你不信 但我要告诉你 那颗人生 是帝君用自己五万年的修为与龙王换的 你在说什么 帝君交代 此事一定不要让你知道 他不希望你有任何的负担 只是因为你想要救人 所以他就毫无底线的去帮你 明知道你为了小天孙杀了那么多人 他还是力排众议 不让任何人处罚你 你以为真的是因为你与阿丽殿下交好 才可以不被惩罚吗 不是的 是帝君动用了整个太成功的身份 不允许任何人伤你动你 而他自己 前几日得知一族边境有异动 心系天下的帝君自然不会置之不理 你是说 东华现在内力有损 也有重伤在身 是的 这样说也许让你非常难以接受 可是这全都是事实 那都被你拒之门外 弃如碧履的人 却是这世间最爱你疼你之人 旁人可以冤枉他侮辱他 说他没有情伤害了凤九小殿下 可你却不能这样伤害他 若是他忘记了你母亲 如何能如此纵容你没大没小 对他直呼其名 却还是要用尽手段将你留在他的身边 难道他东华帝君喜欢别人指着鼻子骂无情无意吗 那是因为 这个人是你 是他最爱的人留下给他唯一的念想 这么多年 他是爱你母亲的 我希望你不要再伤害帝君了 你的伤害与他而言 太重了 白滚滚两久不知所措 他从未想过 东华竟然会为了自己不惜舍弃来之不义的修为 还要为了自己与天下作对 可是自己这些日子以来想的是什么 都是如何离开他 压榨他 伤害他 说起来 自己有什么资格这样对他 无非是仗着他的宠爱 再肆无忌惮捅他罢了 小少主 你还在听我说话吗 你不必说了 我会把东华 把他 平安无事地带回来的 一定 小少主 一路平安 我再开城宫 等你们回来 白滚滚握紧了拳头 加快了速度追着东华的七夕走 一族边境有一片红海 红海里平日看来风平浪静 可近日却是乌云密布 从前一族在处置叛徒和俘虏之时 都是将他们扔于此处 如今看来 怕是那些怨气的封印 随着秦仓的离开而被解开了 若是不早做处理 怕是后果不堪设想 这几日 东华也是发现了一栋 赶了过来 只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这里的怨气源源比他想象当中要重得多 哈哈哈哈 东华 你以为你还能拦住我们吗 秦仓已经没有了 我们自由了 哈哈哈哈 我要吃掉世间所有的新鲜小孩儿 是啊 我已经嗅到美食的味道了 只希望想 东华以那些邪灵打了起来 若是往日 他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可如今 自己方才舍弃了五万年的修为 对付起这些邪物来 竟然开始感到有些费力了 东华 省省吧 谁让你这么傻 要浪费自己的修为 你是拦不住我们的 快滚开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不行 还有我 伤他 先问问本公子 帝君本是抱着同归于尽的心思来的 可是突然听见了白滚滚的声音 他瞬间活了过来 白滚滚 你怎么出来的 谁让你来的 滚回去 东华 你如今还想以一己之力挽救天下吗 什么时代了 还想着孤身作战 闭嘴 回去 一道光打来 东华侧身替白滚滚倒了 自己的手臂却瞬间划了很大一道口子 谁让你挡的 多此一举 我会躲不开吗 白滚滚气恼不已 一掌捏碎了方才纳的邪灵 东华其实早就负伤了 只不过白滚滚没有发现而已 白滚滚 赶紧回太成功 这里不是你该带的地方 你以为我会丢下你一个人吗 你不是一直都想离开太成功吗 我现在成全你 你可以走了 可笑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想来就叫我来 想走就赶我走 白滚滚死活要在这时候赌气 也让东华十分头疼 这时 一个恶灵扑了过来 白滚滚一掌替东华拍碎了他 你还是先把注意力集中一下吧 免得一会儿被生吞了 东华无奈 只好先对战 白滚滚说得倒也不错 现在不是争这个的时候 一番打斗下来 白滚滚安然无恙 帝君要护着他分身乏术 受了伤 加上之前的内伤 可谓是伤上加伤 东华胸口被恶灵捅破了几个窟窿 此刻正在往外燃燃冒险 白滚滚皱挤了眉头 抢了东华的剑滑破了手指 用了异族的禁术 将邪灵暂时封印了 你什么时候学的异族禁术 你受了重伤 我先带你回去 我没事 东华 你凭什么这么做 你有什么资格骗我 我是你的什么人啊 你凭什么 你说什么是凭什么 没什么要用自己的修为 去跟龙王换人生 就因为不想让我看着胭脂姑姑 死在我面前留下阴影 为什么要一再的 为了我得罪人 你不觉得多此一举吗 我总有一天要离开你的 为什么你还要这样做 如果不是丢了 五万年的功力尚未恢复 区区挤着邪灵 怎能伤得了你 只要是你想做的事 我都会尽可能的支持你 几万年的修为而已 比起你 远不足道 东华说完又晃了晃 白滚滚起身扶着他 盯着他看了许久 眼中似有千言万语 却又说不出一个字 不管你认不认我这个爹 在我心里 你都是我最疼爱的孩子 只要有我在一天 我就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 这是我欠了九儿的 所以你娶他 不是为了赌悠悠重口 不是因为情非得已 而是真的因为 你心里是爱他的 怎么会是情非得已 自始至终 我爱的人 就只有他而已 从来就没有什么情非得已 白滚滚看着东华好一会儿 跪了下来 东华慌乱的要去扶他 被他推开了 对不起 私命说的对 我一直都在利用你对我的爱来伤害你 从始至终自私的那个人都是我 你并不知道有我的存在 你原本可以弃之不理的 对不起 是我错了 不怪你 是我错了 是我不该与旁人成婚 不该让你娘伤心难过 父君 对不起 孩儿错了 瞬间 东华也跟着落泪了 谢谢年来他极少哭 真的极少 他跪了下来 跪在了白滚滚身边 紧紧抱住了他 直到这一刻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